3月22号 受冷空气影响 中国北方大部地区遭遇较强沙尘暴天气侵袭 国家气象中心环境气象室主任张碧辉表示 本轮沙尘暴是今年首次强沙尘暴天气过程 沙尘天气主要是在蒙古国的南部发展起来之后 随着这种引导气流南下之后 影响到我国的内蒙以及东北地区 以及华北这一带地区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六次沙尘天气过程 那沙尘暴的天气过程由弱道强 我们分别分为阳沙天气过程 还有沙尘暴以及强沙尘暴天气过程 那这次过程是今年首次出现强沙尘暴天气过程 张碧辉介绍 这次强沙尘暴的行程主要受两方面影响 前期蒙古国以及中国西北地区温度普遍偏高5到8摄氏度 并且上述地区的降水明显偏少 一方面前期蒙古国以及我国西北地区 温度普遍偏高5到8摄氏度 另外这些地区降水是明显偏少 而且地表裸露 没有积雪覆盖 另外近期从19号以来 随着这种蒙古气旋的发展 气旋后部有一个高压伴随 所以高低压之间有很强的气压梯度 相应的形成非常大的地面的阵风 西北地区普遍出现7到10级的阵风 内蒙古部分地区出现11级以上的阵风 所以这种大风的天气配合有力的沙原地的地表条件 就形成了大面积的阳沙 这种沙尘卷阳起来之后 在这种西北气流的引导之下 向东南方下传输 进一步的影响到我国更多的地区 张碧辉表示 今年以来中国沙尘天气相比常年同期略偏多 但中国沙尘天气总体呈现减少的趋势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今年以来沙尘天气已经出现了6次 相比常年同期还是略偏多的 因为常年同期一般出现是5次的这种沙尘天气 但是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看 我国沙尘天气整体是呈现一个减少的趋势 近5年平均下来 我们每年是发生了12.2次的沙尘天气过程 那这个数据在2000年到2010年可以达到15.7次 张碧辉表示 沙尘暴的行程受地理气候条件的影响非常大 中国的地理气候条件容易受到沙尘天气影响 沙尘暴的行程是受地理气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方面这种干旱的下跌面 裸露的地表会给沙尘提供非常有力的起沙的沙原地 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力的这种气象条件 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这种大风的天气 也有利于这种地表的沙尘卷阳到空中 然后传输影响到下游的更广阔的一些地区 一方面我们国家的北方 尤其西北地区 以及相邻的蒙古国境内有大量的广阔的沙原的存在 另外一方面在春季这个季节 冷暖空气交汇比较频繁 在北方地区降水又比较稀少 地表裸露的条件下非常容易形成这种冷空气大风 导致这种地面的沙尘往空中卷阳影响到下游的地区 导致这种形成这种比较大范围的沙尘天气 张碧辉提醒 沙尘天气导致能见度降低 PM时浓度剧烈升高 建议公众出行时注意交通安全并做好健康防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